大家好,今天给您解读的这本书是给老师们的忠告 如何开发儿童的智力 怎样才能使孩子学习好呢? 如何帮助学习困难儿童? 那你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会很关心这些问题的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可以帮您解决这些问题 这本书虽然专为教师而写 却同样适合家长阅读,是教育界的葵花宝典 前苏联教育理论家、实践家苏霍姆林斯基教授的建议 因为他的名字比较长,所以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叫他苏老师 苏老师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从业三十余年 在乌克兰的一所十年制学校里 他写了四十多本书,论文百余篇 童话故事及短篇一千二百多篇 记录了他在学校生活中的经历 他的著作被誉为学校生活百科全书 并被誉为教育思想的泰斗 这本书是苏老师出版过的所有书中最有名 最受欢迎的一本,也是我国师范院校的必读书目 目前,他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册 长期占据着教育类图书的前十名 接下来,我将以三个问题为您讲解本书的要点 第一点,苏老师是怎么当上教育界男神的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苏老师的三大法宝 第三个问题,苏老师是怎么让学弟学妹进步的 首先,苏老师是怎么成为教育界的男神的 连中国的师范生都要看他的书 苏老师之所以能稳坐男神之位 就是因为他的教育理念 第一条原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他整个教育生涯的出发点和出发点 首先,苏老师在本书一开始就告诉老师 请记住,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 这就是苏老师的教育理念 那么抽象学生是什么? 在学校里,学生成绩参差不齐是很常见的现象 也许老师们已经习惯了 苏老师认为,这种情况的行程 是因为教师缺乏对孩子的个别照顾 那他就举一个例子 让所有七岁的孩子都去提水吧 有的孩子提着五桶水,累得精疲力竭 有的孩子提着二十桶水 如果你强迫孩子提二十桶水 那对孩子的身体是有害的 第二天,他什么也做不了 甚至有可能躺在医院里 那孩子学习知识也是如此 每个孩子对课本的理解和记忆都不一样 有的快,有的慢 把同样的教育规则放在所有的孩子身上 就等于把孩子当成了流水线上的死物 苏老师强调 学习成绩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 一百分就是成功的标志 至于其他孩子 能拿到六十分就不错了 作为一名老师 他必须要确定每个学生的能力 发挥出每一个学生的潜力 让他们享受到脑力劳动带来的快乐 只有让每个孩子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这样的课堂才不会让老师感到焦躁和疲惫 孔子也提出了因材施教的观点 即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就像陶行之说的 瓦特在你的鞭子下 你的冷酷 牛顿的眼睛 爱迪生的嘲讽 这是对苏老师以人为本思想最好的诠释 老师们应该欣赏孩子们 也许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会成为爱迪生 牛顿 瓦特 每个孩子都是有个性的 如果一味地按照应试教育的标准来要求孩子 只会使孩子失去个性 成为考试的牺牲品 在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指导下 苏老师不厌其烦地向老师们提出要关心孩子们 时时刻刻不忘老师面对的是孩子们脆弱无助的心灵 这就是苏老师的第二条经科预律 每个孩子来到学校都有一种想要好好学习的愿望 这个愿望就像一颗小小的火苗 照亮了孩子们的情感世界 但同时 老师的尖刻 粗暴 冷漠 不信任 也会轻易熄灭 孩子不能做功课 努力学习 却一无所获 这个时候 老师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让孩子看到自己的进步 让自己变得更加努力 变得更加完美 有许多老师长期面对孩子没有进步 看不到希望而失去耐心 的确 在这个讲究效率的社会里 做什么呢 大家都希望能立刻见效 教育孩子也是一样 但是苏老师说 要有长远的眼光 这是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规律 这就是苏老师的第三条金科预律 今天播种在肥沃的土地上 明天未必能发芽 同样 今天老师做了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都是在几年之后发生的 人类拥有无限的力量和无限可能 那个学生可能一年都没能领悟到什么 但是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 这种顿悟是建立在孩子们的意识里的 老师要用自己的信心帮助孩子积累知识 不要灰心 一棵小树苗需要很多年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就在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本书 虽然是为老师写的 但对父母来说也是一样的 说到父母 苏老师有一个重要的教育理念 那就是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必须保持一致 这就是苏老师传授给他的第四条 金科玉律 父母和爱人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他们会在孩子身上种下性格和品德的种子 孩子们在两岁到七岁的时候 都会吸收周围的一切 这些知识都是根深蒂固的 孩子在上学后是否有求知遇 好奇心 是否具有探索精神思维 是否敏捷 这些都取决于两岁至七岁的成长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 孩子的心理发育会更好 恶劣的环境会使儿童 在心理和思维上的发展落后 苏先生的这一观点与蒙台缩利 关于童年秘密的观点相一致 也就是说 孩子们体内的生命力会 促使他们吸收周围的环境 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 那大人只需要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就可以了 那么 父母该如何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呢? 为了帮助家长 苏老师在校内设立了家长学校 向家长们普及教育学知识 讲述孩子的身体发育 心理发育规律 为家长提供建议 第一 家里要有藏书 要不断地充实 这些书不仅是给孩子们看的 也是给父母们看的 第二 父母要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这些都会影响到孩子 因此 父母要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第三 让孩子从小学习做家务 使他们认识到 劳动不仅仅是一种义务 更是一种乐趣 苏老师指出 如果孩子只愿意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 那么长大后 就会变得蛮不讲理 第四 父母要教会孩子观察世界的方法 注意培养他们的观察力 注意力何求之欲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思维和语言 除此之外 苏老师还写了一本书 告诉家长们应该有哪些书 父母应该给孩子们讲故事 苏老师推荐的书 有自然现象 有花 有动物 有植物 有地理 有历史 有莎士比亚 有哥德 有普希金 鱼果 蛋丁等等 父母要先把这些书看完 然后再和孩子们一起看 孩子还没入学 父母就要在家长学校上课 一直到孩子高中毕业 苏女士认为 如果没有家长学校的培训 学校是不可能顺利开展教育工作的 苏老师是怎么成为教育界的男神的 总而言之 教师要把孩子当作活人 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待每个孩子 保护他们脆弱的心灵 相信 等待与积累的力量 让他们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与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 学校和家庭教育必须保持一致 家庭教育是基础 没有了家庭教育 学校的教育就像是纸壶的房子 随时都有可能倒塌 好了 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 苏老师的三大法宝是什么 苏老师最不喜欢的就是死记硬背 他希望孩子们学会观察和思考 首先 我们来解释一下 知识是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 会在课堂上留下一些内容 而不会引起孩子的疑问 让孩子自己去思考 运用已学到的知识去寻找答案 一般来说 知识并非孤立存在 知识与知识之间存在着联系 交叉 因果 老师要做的 就是找到连接点 让孩子们去思考 比如说光合作用 老师要讲的是植物绿叶中发生的变化 这里最关键的知识 就是有机物质 经验丰富的老师 暂且不提叶绿素的概念 而是展开一幅画面 一颗西红柿幼苗在阳光下逐渐长大 接出甜甜的番茄 然后引导孩子们去思考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样的植物在土壤中生长 孩子们已经知道植物吸收了空气 和土壤中的无稽物质 也知道没有阳光就无法生长 接着问植物体内的蛋 磷 钾 是什么小工厂 阳光又有什么用呢 老师要不断地用问题来启发孩子们 让他们从已经积累的知识中 挑选出正确的答案 这也是苏老师讲课的重点 目的就是让孩子学会观察 思考 用知识获取知识 苏老师经过大量的研究 发现了三种教育方式 分别是观察自然和劳动 苏老师的三大法门 都是屡试不爽 行 首先 我们要说的 就是学习 苏老师很重视阅读100条建议 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阅读的重要性 他认为 小学阶段的孩子 要学会边读边思考 这样才能使阅读达到自动化水平 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初中高中之后顺利地学习 那么阅读自动化意味着什么 其实就是看书的时候 眼睛和大脑都能听懂句子的意思 当你的眼睛离开书本的时候 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出你所读过的东西 并将它和你所看到的内容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你的阅读能力了 苏老师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他 学生的智力发育取决于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可以培养 这是他教给他的两种训练方法 第一种就是经常朗读 小学六年的朗读时间不少于300个小时 第二个环节就是让学生一边朗读 一边看配图 阅读文章时要能说出图画的细节 要做到这一点 学生必须具备较强的阅读能力 而且这个方法对阅读能力差的孩子 也有很大的帮助 在阅读的时候 他会全神贯注地看书 生怕读错了那个单词 遇到复杂的句子就会结巴 他看不懂他在读什么 如果家长和老师想训练孩子阅读能力 可以使用绘本 那有图画 文字内容有趣 孩子们也很喜欢 这两种方法都是为了训练孩子们的阅读能力 使他们不再成为阅读的障碍 记得以前读初中时 语文老师给学生投来一篇陌生的文章 评价学生语文成绩好坏 如果一个学生朗读得流利 情绪激动 那么老师就会认为他的语言能力很强 看来苏老师也是他的学生啊 那么经过上面的训练 孩子的阅读能力会变得更强 能够一眼就抓住重点词汇和句子结构 阅读时能思考 他们朗读时异扬顿挫 感情丰富 除了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之外 苏老师对智力方面的知识也很重视 智力背景阅读是什么 阅读与学习紧密相连 在学习一门新课程之前 尤其是在学习物理 化学 生物等方面 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 为此 苏老师准备了大量的书籍 题目愈难理解 书本资料愈有趣 比如苏老师在教方程之前 会先让学生们看几十页关于方程的书 这些书里都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 讲的是如何把方程式作为脑力习题 在民间智慧中形成 这样的书通常都是有趣的科学书籍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类似的书籍 介绍了数数 加减法 概率 排列组合等数学原理 把艺术科学融为一体 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们的数学能力 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让他们爱上数学 苏老师的课 孩子们看完了这些有趣的书 会有很多问题 在老师上课的时候 孩子们会问很多问题 问得越多 孩子们就越有求之欲 越愿意思考 当孩子愿意思考的时候 他就会主动去学习 苏老师孜孜不倦地追求 就是让孩子去思考 那么 怎样才能培养孩子的智力 和思维能力 使他们能够独立思考 这也是苏老师的第二招教育方式 去大自然学习思想课 苏老师最反对的教学方法 就是死记硬背 不看书 不看书本 而是教孩子观察世界 观察事物 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 所以苏老师从小就带着孩子去田野 去树林 去果园 去河边 让孩子在大自然中观察事物 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用语言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 他把这门课叫做思维课 让我们看看苏老师如何在自然中上思维课 比如二月严寒 在雪地里的果园里 让孩子们去寻找春天的征兆 倾听春天觉醒的旋律 初秋还在果园里给孩子们讲金秋的故事 讲解自然界的一切生物 比如树木 种子 鸟类 昆虫等等 一个温暖的下午 他们又来到了悬崖边 这里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 已经露出了泥土的部分 有黄色 红色 橘黄色 白色的土层和沙层 让孩子们比较土层的颜色和质地 苏老师鼓励孩子讲自己的感受和见闻 让孩子去寻找那些乍看不见的事物 把各种事物的细微差别都告诉孩子 苏老师也是下了一番功夫 才让孩子们学会观察大自然的奥秘 比如土壤 孩子们可以看到 但是土壤里的微生物 孩子们却看不见 那么怎样才能让孩子们明白呢 苏老师给孩子们看了看 玉米根就像老爷爷的胡须 可以长到地下两米 这些细细的根须 吸收了土壤中的养分之后 就会结出一根香甜的玉米棒子 还有一颗干枯的葡萄根 种下去之后 竟然长出了嫩芽 这和土壤中的生物密不可分 苏老师在上自然思维课的时候 会用富有感情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自然思维课的关键环节是词汇 可以说 孩子们通过词汇认识世界 当孩子被自然之美所吸引并欣赏时 他想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个时候思维活跃 思维能力逐渐形成 此时 词汇已经成为孩子表达思想的工具 词汇是知识中最重要的要素 词汇也有助于儿童从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过渡 儿童在很小的时候 对物体有一种直观的感觉 意思就是物体的外观 声音 颜色 气味更容易引起孩子的注意 词汇属于抽象概念 当孩子看到某样东西时 老师或家长可以准确地说出与之相匹配的词语 这样孩子就可以把所见与所听到的抽象概念联系起来 这样的联系越多 孩子就能形成分析 归纳 演绎抽象事物的能力 也就有了逻辑思维 自然思维课对老师的要求很高 首先老师要有丰富的词汇量 能准确地描述事物和现象 比如天空 你总不能指着天空告诉孩子 这就是天空 你要能用孩子能理解的准确词汇来解释天空是什么 大家不妨想一想 如果你既是老师又是父母 你该如何向孩子解释天空呢 汉语字典里说 天空是比地面更高的地方 但是这个解释还不够直观和具体 美国有一位名叫防龙的著名学者解释说 天空中的地球被一层厚厚的空气包裹着 像橘子皮和橘子皮保护的橘子肉一样 那橘子皮就叫大气层也就是天空 你觉得这个解释很形象很有趣吗 苏老师说过老师要给孩子一滴水就得给他十桶 苏老师为了给孩子上自然课看了不少关于植物学 鸟类学 花卉学等等 除此之外 无论春夏秋冬 他都会到河边 树林和花园里去观察世界 用准确的词汇描述各种形状 颜色 声音和动作 他建议教师积累抽象概念 小词典 收集抽象概念 如自然界生物物质等抽象概念的解释 在思维课中 利用孩子们所看到的自然现象和事实 向他们解释这些概念 儿童的思维能力是否得到有效开发 是提高其学习成绩的关键 苏老师非常重视孩子的思维训练 除了上自然中上思维课之外 还有一种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劳动 这里的劳动指的就是让孩子们动手 比如说种植果树 制作模型 饲养小动物 这些都是锻炼孩子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最佳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总会发现一些惊喜 比如果树发芽 比如开花 比如动物的成长等等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 思维始于惊奇 心理上的惊奇与喜悦 会促使孩子思考并主动向书籍寻求帮助 当他想表达他的劳动成果时 词汇又成了他的工具 所以孩子们对一件有趣的劳动着迷 总能从劳动的过程中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 从知识中获得知识 这类劳动有助于儿童智力的开发 培养儿童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 好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苏老师教孩子的三大法宝 一是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 二是让孩子学会思考 这样孩子们就会对这门学科产生兴趣 第二种方法是 带孩子去观察大自然 用生动的词汇给孩子们打开世界之门 让他们学会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 第三种是劳动 让孩子们做有趣的劳动 在实践中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 接下来 我们要说的 就是苏老师如何帮助学弟学妹们进步 苏老师认为 孩子不能按照成绩来划分好学生和差学生 只是知识理解得快而已 他把差生称为差生 是指那些难以理解教材内容的人 慢吞吞的孩子 一件事还没弄明白 又要学另一件事 或者刚学会一件 另一件事就会忘记 这些学生比一般学生 花了至少1.5倍的时间去理解和记住课本 而且可能第一天学到的东西 第二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相信老师和家长们 对这种成绩差的同学并不陌生 他们学习成绩不好 班级排名靠后 参加过无数补习班 写过无数的试卷 但是成绩却一直是班级里倒数第一 老师通常把他们定义为差生 然而 对于那些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孩子来说 心理上的创伤是巨大的 他们经常受到老师的冷遇 同学的鄙视 回到家里还要面对父母的责难 面对差生 家长和老师该怎么办 苏老师不得不承认 在普通学校里 教育这些孩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他们努力地学习 但是很快 他们就忘记了 孩子们所经历的挫折 是多么的痛苦 但是 苏老师并没有放弃这个孩子 在他执教33年的时间里 遇到了一百多个 可以成为差生的孩子 为了找出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 他对2000多户家庭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查研究 苏老师发现造成儿童发展落后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 家庭关系不健康 家庭成员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孩子小时候生活环境不好 心理发育会受到影响 这种情况下 孩子的智力发育迟缓 一开始还不明显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情况就会越来越明显 第二 家庭精神生活的局限经常发生 研究表明 学习困难儿童的父母语言水平一般较低 使用的词汇约为200至300个 与儿童缺乏精神沟通 这些孩子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惊奇 赞叹 没有欢乐 没有幽默感 也很少开怀大笑 苏老师认为 校对孩子来说很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渠道 因为欢笑带来的快乐是一种很大的情感力量 它能让孩子学习更好 再聪明的教育方法也比不上孩子内在的快乐 第三 孩子出生后头两三年得不到母亲的良好教育 苏老师研究了数千家庭中儿童智力发展与母亲教育之间的关系 他发现 如果孩子出生时 几年没有通过母亲发现 世界没有感受到母亲慈爱的目光 听不到母亲充满感情的音调 那么孩子的智力发育和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完全不同 苏女士认为 母亲在儿童心理与智力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孩子出生后的头几个月和头几年里 与母亲的关系最为密切 其实 这种亲密的关系 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 对于孩子来说 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 苏教授提出 母亲教育学在教育学领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苏老师很同情那些学习困难的孩子 他觉得不能像普通的孩子那样教他们 否则 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接受我的教育 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法国哲学家艾尔修曾说过 只要教育得当 即使是最普通的孩子 也能成为非凡人物 那么苏老师如何帮助那些学习困难的孩子呢 举个例子 费家有个孩子 费家最大的障碍就是数学不好 苏老师注意到 费家做数学应用题的时候 总是记不住什么应用题 当他读到下一条条件时 最后一条就忘了 等费家看完了这道题 他已经忘记了所有的条件 一般老师遇到费家这样的孩子 都会认为他是个记忆力不太好的孩子 以为只要好好读课本就可以了 为了不分散注意力 不要再去读其他的东西 而苏老师则认为 只让孩子读课本是不对的 他表示 越是困难的学生 越需要更多的阅读 就像照相底片需要长时间曝光一样 敏感度差 同样 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 也需要知识的光芒照耀 这种光芒 不需要补课 也不需要做太多的练习 只需要不断地阅读 为了帮助费家 费家收集了一套书 供费家阅读 从三年级到七年级 大概有一百多本 后来 他又给费家选了一套大约两百本的书 到了五年级 费家的学习成绩已经追上来了 后来 费家在学习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像费家这样的学生 苏老师从来不给他们补课 只教他们阅读和思考 阅读是一种感知 激发思维觉醒的方式 除了多读书 苏老师还专门写了一套谜语题 给费家的孩子 这些题目都是从民间收集来的 每一道题都很吸引人 不需要做什么计算 只需要动脑筋就行了 这些题目是培养智力的绝佳方法 谜语应用题是什么 举个例子 有一道题是这样写的 有人要把狼、山羊和卷心菜 从河对岸运过来 一次只能带一件东西 狼、山羊、卷心菜都不行 那么怎么才能让狼、山羊、白菜安全到达呢 孩子们都很感兴趣 想着怎么才能把乘客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也许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解出来 但他们都是积极思考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智力的方法 像这样的题目 苏老师收集了200多个民间故事 供孩子们阅读 通过阅读 孩子们的思维会得到发展 前面提到的自然思维和劳动课 也是苏老师用来帮助那些学习困难的孩子们 培养思维能力的一种方法 对于智力发育受限的孩子来说 这些思维课程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 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说过了 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坏 决定了他的思维是否得到有效的发展 所以苏老师在帮助学习困难儿童时 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培养孩子的思维和激发他们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心上 但是 学习不好的孩子 只要上了思维课 就能进入前世吗 苏老师再三告诫老师 对待这样的孩子一定要有耐心 因为老师的工作成果并不能立刻见效 100节课可能看起来毫无意义 但是在第101节课上 孩子们的眼睛里就会冒出第一刻火花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三个问题了 苏老师是怎么帮助学渣们进步的 苏老师利用阅读自然中的思维课 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数学题 帮助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开拓思维 培养他们的智力 那么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给老师们的忠告 回到第一个问题 苏老师是怎么成为教育界的男神的 苏老师从教30多年 一直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用爱 耐心 恒心对待每一个孩子 针对不同的孩子 实施不同的教育方法 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然后 我们总结出苏老师最常用的三大教学法宝 阅读 观察自然 劳动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来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 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 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 最后 我们结合实际案例 讲述苏老师如何帮助学习成绩不佳的孩子 苏老师研究儿童落后的原因 以阅读与思维课的方式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 并以最大的耐心与毅力对待落后儿童 苏老师是苏联时期一所普通农村中学的校长 其教育思想 教育方法至今仍被教育界奉为经典 为教师提供指导 这本书是无数中小学老师的案头书 也是对苏老师成绩的肯定 书中所提到的教育法则和学习方法 对当下儿童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老师和家长应该学习苏老师的思想和方法 根据孩子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多读一些有趣的书 多带孩子去大自然 给孩子更多的耐心 更多的耐心 更多的耐心 老师如果有点可能会带你 我可以带你 我可以带你